今天我们来玩个很解压的玩具 宠物医生 可以看到他准备了很多道具 都是为了服务这只狗狗用的 总共是17样东西 东西确实有点多 我们准备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都有什么道具 牙刷牙膏 这两样应该一个是洗牙的 一个是转牙的 这样东西大家是不是以为是一个勺子 但是你看它会发光 再配上这个反光的镜子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应该是内窥镜 但是这个镜子就是一层银色的纸 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 两种药水 杯碗碟 还有一个应该是捣碎食物用的 镊子钳子 就是一个糖果和一个巧克力 但是狗不是不能吃巧克力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治疗 先把狗的嘴巴给它打开一点点 那么第一步应该是要清理吧 挤上牙膏 这个声音也太难受了吧 本来接下来应该是用这个镜子来看哪里有坏的牙齿 但是我现在肉眼已经看到了 清洗 接着轻轻的给它转孔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牙齿还有旧的话 我们就给它上点药 给它拧开 你看 直接是一体的 你就过分了 连个盖子都不愿意做 那估计是没旧了 直接拔牙吧 哎呦 还有点顽固 看到没 不好好吃饭 天天吃糖 你的牙齿也会成这样子 目前有个问题啊 就是拔了牙之后 我们也没有新牙给它换上 这 是能吃东西吗 而且它为什么没有上面一排牙齿 这合理吗 治疗完成之后 给它上一点吃的喝的 这套流程我们还是要走完的 那么这么一套 对小孩来说有点幼稚 对大人来说尴尬好的玩具 确实有点无聊 好